堂如古小学童 拿起塑胶管一直往里头瞧 难道这是万花筒吗 你看到什么 看见对面的房子 原来这不是万花筒 而是屏东县天文协会举办的严锡营 教导学童DIY制作的望远镜 前面它其实就是一个 不同管径的水管的转接管而已 然后这里面夹的是一个 我们在书局可以买得到的那种 油握把的那种放大镜 它只是把那个框拆掉 只要准备一个月报用的放大镜 再加上修理钟表使用的放大镜 以及水管 材料费200元就能DIY做出酒杯望远镜 让参与制作的小朋友都超有成就感 本来以为望远镜很困难 后来发现很简单 就是很多那个写镜片 跟一些管子装一张就做好了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学到很多光也可以折射 或者是透到水里也会有别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每天晚上可以利用这个望远镜去看月亮跟星星 我学到光折原理还有光折射到水里 以及这些老花眼跟镜式眼镜的镜片 就这个过程里面 那孩子在操作的时候 他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然后他会发现说原来天文它不是一个很 距离它很远的东西 它在周边就会有水管啊放大镜啊这一类的东西 还有胶带 原来这样子就可以完成它制作的一个梦想 然后这个做出来以后 连我们演书上的很多的朋友 大人他们说他们也想要参加大人版的 唐荣国小校长施世智表示 外界总认为天文是门高深且昂贵的科学 其实只要透过生活中的材料 也能制作简单的望远镜 更重要的是制作过程 还能学习许多物理及天文的知识 也激发孩子对天文的兴趣 期待未来能开设更多相关课程 为天文界撒下希望种子 评论新闻张荣亦刑荣采访报道